勒高速 放了一把剪刀 然後那時候我就發現石東太給大家說 欸為什麼床底下放剪刀 這是什麼回事 嗨大家好 我是海莉 今天來到了海莉族勒高時間 下次我跟大家分享說 我主勒高順便賞了一點外塊新的影片 你們看了嗎 還沒看 那個 臉姐我放在上面 你們一定要去看 那個我真是賺了好幾千塊 也不嘗試分享給大家 今天我要來主 樂高宿烏 這個宿烏你看它很打一盒 它是INDES系列 樂高IDES系列 它的作品其實是源自於很多 像我們日常生活 歷史事件 甚至現在的流行文化 然後宿烏就是源自於日常生活 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就是從小就有個樹屋夢 我就小時候跟我弟弟就弄枕頭 蓋了那種秘密基地 然後躲在裡面這樣玩 所以我就想說 我要弄過樂高 樹屋來做一個流念 不只是給自己一個秘密基地 甚至就是也可以拿來玩 尤其IDEAS系列它的特色就是 它可玩性非常高 你們看這個樹屋 上面是綠葉對不對 但是它也可以變化 變成秋天的感覺 翻到背面 有沒有 還有落葉這樣 沒有 尤其它有一家人 我覺得很划算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組吧 沒有 厚厚一本 這個我看喔 真的要組個兩天 這個樹屋不管是秋天落葉顏色的 這個零件還是你綠色的葉片 都是用植物做的耶 沒有味道 對 我想說會不會有什麼油加利的味道 好 我現在在組這個樹屋的底座這邊 我覺得IDEAS系列 跟我上次組那個唐老大的車 TECHNIX系列 它真的是比較不一樣 IDEAS系列你組的時候 真的是一步一腳印在打地基 慢慢組起來 欸 這個樹屋是一個法國的髮型設計師 他長這樣 他設計的耶 你如果你的作品真的夠厲害 然後你提交上去給那個樂高他們看到 他真的有可能幫你 出成一個 這種量產的作品 就是超好的耶 我 我有沒有可能弄出一個海力作品呢 有沒有可能 鄭英大哥 咬屁啊 我那個海力小屋裡面就是垃圾垃圾垃圾 卡比火腿豬 你看 底座一點點成型了 底座 欸 可能還沒有一點點喔 旁邊它還有小盒耶 這裡我都還沒弄 我可能只有是底座中的底 可能只有這邊而已 欸 這是鑽石耶 現在鏡頭後面有一個我弟弟 他很熱忠於樂高 他現在很想進來偷看 樂高 樂高粉絲 樂高粉絲你先借過 先借過一下 嘿 真無禮貌 我覺得這嗚嗚真的很好玩耶 你在組裝的時候才知道說 它有很多寶藏 你組到哪裡 啊 你想要組對不對 你付錢我就讓你組 付門票費 紀元你先說 一萬塊 但是我沒有帶耶 沒關係 你可以先刷卡 然後你給我一萬塊你就可以組 但是我沒有 好 握個手 外包過來 你過來幫我組 但是我沒有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說環哥的大帝之外 這是我小帝 你叫什麼名字 西佩 不用講本名 你叫小冰塊對不對 對啊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小胖胖的臉 好 小冰 妳不要這樣 好醜喔 好醜喔 好 妳過來 外包給我是什麼意思 妳有沒有拚對啊 有 妳有拚對嗎 只有一樣 這個是16歲以上能拚的合組 妳會嗎 而且我怎麼覺得它拚得比我快 好 那就交給妳囉 我先走囉 拜拜 拜拜 這麼厲害 好 剛剛我把 煮得到的部分工作 外包給我小弟 小冰塊 他剛剛說姐姐 9點半了 我要去睡覺了 他就去睡覺了 他說我要準時睡覺 很乖好不好 姐姐接著用 現在邁向我煮樹屋的第四個小時 因為已經快脫糖 大家看一下這個樹屋 我覺得它難的難度 就是在於它的顏色太詳盡 你看這個咖啡色 深咖啡淺咖啡 黑色其實很像 然後你看這個樹屋 你外面看都以為是咖啡色的樹幹 但是呢 它中間的結構 它做得超複雜的 這本書 也是讓我脫糖的一個重點 大家有沒有看過以前就是 有一些教科書比較爛的講義 它都會弄這種 有點光滑面的印刷 就我剛剛上面的燈這樣打 它們會一直反光 然後你看 它這個咖啡色 你根本看不清楚 哪個咖啡色 深咖啡淺咖啡是什麼 所以導致說我的眼睛 真的是快脫糖 然後剛剛搬來一個普家 我覺得這樣好很多 所以會建議大家 如果以後要煮這種大盒子 樂高的話 可以準備一個普家 就可以減少說它這個樹 反光的情況 然後就開始煮 � Citizens uce 好我現在租了 他們兩個的 樹屋 一個是房間 然後另一個是廁所 而且廁所的配置很特別 你們看 全部都透明玻璃 然後我現在要把這兩個樹屋 安裝上去這棵大樹上 第二個 房間 房間直接在這個盪鞦韆上面 這滿浪漫的 好 來看一下這兩個房間 其實它很多細節 你看 房間的部分不只有床 然後櫃子 甚至還有盆栽啊 還有這個屏中船的玻璃瓶也都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廁所的部分你看 不只是洗手台 你看 我們可以洗手的地方 淋浴 澡盆 然後旁邊一些瓶瓶罐罐 忠實呈現洗澡的那些很繁雜的東西 好 現在是海莉組裝 樹屋樂稿已經不知道第幾天了 我現在有點日夜顛倒 上一次大家有沒有追蹤我IG 我那時候一邊組樂稿的時候 一邊有發現實動態 跟大家說我遇到的困難 包含說我們家一隻小貓咪 一直在增加困難度衝過來 把很多東西都弄下去 還有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 其實這個樹屋樂稿有很多很多巧思 包含我們在做地基的時候 作者在它的這個 我們看似是草地的地方 裡面埋了一個小鑽石之外 你看這個主人的主臥 然後這個它的床底下有沒有看到 還放了一把剪刀 然後那時候我就發現實動態給大家說 欸 為什麼床底下放剪刀 這是什麼回事 然後很多人就猜測說是男主人如果不乖的話 女主人有一個相應的措施 但我查了一下 好像在西方那邊有一個傳統 是說在床底下放銀漬剪刀 是祈求好運的這部分 有沒有 有沒有 增加困難度的人來了 臭喵咪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放了很多 可能我們一般華人不會懂的寓意 查一下會覺得說蠻有樂趣的 然後除了主人的房間 這裡是小朋友他的一個上下鋪 你看上鋪的房間 床旁邊還放了一本 故事書 之前我在組那個湯老大車的時候 就說那時候的那個 他的車牌啊都是貼紙件 但這一次的樹屋他非常好 他全部都是印刷件 包含出剛剛的這個故事書之外 還有像是樹屋的小細節 這裡你看樹幹這個也是印刷件 我們在樹上面雕刻的一些圖案啊 他也都是印刷件 所以呢這一組樂高真的 收藏價值非常高之外 如果你真的買了白久一點 他真的有可能有增值空間 好接下來還有四分之一的零件 都要排在這 我們就開始來組吧 經歷十幾個小時 這是凡夫的高強度眼力訓練 我完成我的樹屋了 我們現在開始來玩 等一下 這裡有一隻貓在啃我的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姐姐 其實在組裝的時候 真的很耗費眼力 而且這個樹屋的樹 真的很多不規則 沒有規律性的編排 所以你沒辦法說先裝好 節省時間抹 然後葉子的部分也是 裝起來覺得有點無聊 我不喜歡太規律的東西啊 所以葉子這邊我覺得還好 但它很多可動裝置 這個就還不錯 讓你的樹屋獨一無二 但是我覺得最好玩的是這邊 來看一下 廁所外面這個東西才是最好玩的 你們看 它不只是可以掉物資 還可以可能取水 重點它這個繩子 真的是也是配好給你 然後除了我剛剛說的廁所 我覺得細節很多之外 其實爸爸媽媽的房間 還有兩個小朋友的房間 它裡面東西真的是做得很精緻 然後尤其裡面全都是印刷簡單 然後另外這個樓梯也是我組裝起來 我覺得設計得非常好的樓梯 你看它每一階 都還是有一些小細節的不同之外 旁邊不管是你的扶手啊 甚至還有一些植栽點綴 這個樓梯我也是裝起來 覺得很有成就感 這裡下面綠地 不只是綠地 它還有很多 是像真的我們在戶外生活的時候 有的像家具 像是這種木製家具啊 然後這個也是 這我覺得超可愛的 它可能是煮水的那個裝置 下面有火 然後那個水瓢 然後旁邊剛好是河 所以一切都合理了 然後這個呢應該是媽媽 戴著帽子的媽媽 在這邊弄植栽 它其實很多植栽都很可愛 再來還有這個盪球籤 我覺得超級可愛 看起來超好玩的 真的小朋友會這樣玩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好玩的一組樹屋樂高體驗啊 好 今天的樂高樹屋組終於完成 我等一下會找一個好的地方 把它放上去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辛辛苦苦的成品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玩 當然我的樂高庫存已經快見底了 大家如果想看我之後組什麼樂高 也歡迎留言跟我說 你們想看我組什麼比較像 好不好 留言講一下 我就有敗家的理由了 好啦 我是海莉 大家記得 拜拜